两朝皇帝 合葬之墓屡遭盗窃 却固若几汤 当时到这个前后的时候 风雨大宗 雷电交加 因为这块女皇帝的礼物 她气势辉弘 张扬霸气 却处处隐藏难以破解的谜题 我国的这个帝王礼物 目前它本来也都是不敌碑的 这在这个历史上是不尽的 神秘怪圈是千作还是人为 我们感觉到非常惊奇 因为在自然界这种原话很少 这个现象是很奇怪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完美的一个人 敬请收看X道案 和您一同探究难解的弥陵 潜陵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女皇帝吴泽天 与唐高宗李志的夫妻合葬临起 她历经千年 也让人怀测千年 她曾遭四十万人盗绝 却安人无恙 高宗的墓碑空无一字 神秘的怪圈让人难以捉摸 这一切究竟藏有怎样的隐情 迷一样的前陵 又引来人们多少猜测呢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X道案 我是情歌 说到武则天 大家都知道 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在位十五年 有关她的传说非常多 比如与后宫嫔妃们争斗是如何的心狠手了 为登上皇帝宝座 又是如何的不择手段 即便是死后 武则天的行为也依然是让人猜不透 丽欲勋天的她辉煌了一世之后 死后遗诏 却要去掉皇帝的称号 以大唐皇后的身份 与她的丈夫唐高宗李治合奏在一起 和武则天一样 乾陵里面同样藏着很多未以解之谜 一天 陕西前线梁山脚下 正在开山炸石的村民 意外地炸出了几条规整的石条 这些石条很快引起了当地文物部门的注意 原来这一炮可谓是石破天惊 炸开了前百年来 许多人梦寐以求的陵墓的墓道口 这是武则天下葬后第一次 有人开启乾陵的墓道 诗书记载 乾陵建成至今的一千多年间 曾遭遇过多次大规模的盗陵事件 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唐墓 记忆军首领皇朝率领四十万人 在梁山上挖掘乾陵 紧接其后代是五代时期 耀州刺史温涛率人来此挖掘 在近代史上 民国初年的军阀孙连仲 也曾率军队炸山盗绝 但这些人都因主主因而半途而废 武道目未遂 常说当时到这个乾陵的时候 风雨大作不可道 这块下雷电交加 因为这块葬的是一个女皇帝的陵墓 肯定这个人的肯定是神仙呀 或者反正他们思想的比较迷信 因为这个历史上 在温涛之前还有人被盗过 但是也都没有盗成功 在接下来的考古发授中 人们发现 乾陵的木道长63米宽4米 一共起了39层 花费了8000多块石条 为了不使石条松动 每一块石条上早有硬味凹槽 石条缝铁间嵌上铁栅板 再用螺化的锡切胶管器中 使所有石条浑然一体 风雨大作 他认为这个照头不好 不敢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很神奇不敢动 就没导致 实际上主要是他这个建筑非常结实 考虑到发掘技术并不成熟 专家们毅然决定停止发掘乾陵 随着木道口的回田 乾陵地宫的秘密 再次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乾陵的结构究竟怎样 规模到底有多大 在乾陵的东南方向 呈扇形分布着17座陪草墓 根据文献记载 这些墓主人的身份都很特殊 不仅有太子 公主 还有王公大臣 专家们对其中的五座进行了发掘 其中三座墓的主人身份 分别是永太公主 义德太子 张怀太子 这个永太墓和这三个陪草墓的 这个墓的这个形质来看的话 就是说这个乾陵上 是它的这个五倍以上 按这个比例来算的话 就是乾陵就应该很大 其中 永太公主是武则天的孙女 她的墓全长108米 由斜坡墓道 过道 天井和辩房组成 其中 墓道长63米 宽3.9米 这与乾陵的墓道几乎一样 由此推测 乾陵的结构也大致一样 但乾陵地宫中至少有三个墓室 为前中后或是左中右排列 墓室的形势为上缘下方 但是它的地宫到底有多大呢 没有人能够准确回答 不过 一个疑点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但是从这个历史上来讲 七个月后 唐高宗入葬乾陵 至于武则天为什么要把乾陵选在梁山 地下的玄宫究竟有多大 史书中并没有记载 唐高宗去世七年后 67岁的武则天登上了皇帝宝座 建立武州王朝 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15年后 武则天在洛阳上阳宫驾崩 他的遗照上写明 要去地好以大唐皇后身份入葬乾陵 这个入葬时候就是 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因为很多人反对武则天 他就说武则天如果再入葬乾陵的话 就是以悲动宗 这才是不符合着礼仪的 就反对武则天再次入葬乾陵 他这个当时葬进去的时候 他是以李唐皇朝的太后 皇太后葬进去的 一千多年了 虽然人们知道 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在梁山上 但地宫在什么位置 一直是一个谜 在秦陵周围被盗决的陪葬墓中 考古专家仍然发掘出了 四千多件陪葬品 其中包括金银记 陶器 瓷器 石刻 笔画等 等级之高令人震惊 那么乾陵的地宫中 究竟会藏有怎样的随葬品呢 专家们推测 除了经营同等器 地宫中最有价值的 应该是笔画和紫画书籍 当时死了以后他要做几十套 大概是八十多套这个衣服 冲下秋冬的衣服 礼服啊各种 是穿的这个衣服八十多套 光这个衣服就是几十套衣服 还有他的这个 他的很多用的 日常用的东西就量很大 按这个讲就是 这个数量就很难说了 但是有一点咱们可以很明确的 就这些东西绝对是 皇家的好东西 他用的好东西 这是独一窝的 这是毫无应用的 在唐代 从唐太宗到唐高宗和武则天 都非常推崇王羲之的书法 据说唐高宗曾要求 将他生前收藏的所有书和字画 全部随葬前列 其中就有他最喜欢的 王羲之的蓝亭旭 他五代社会有翁涛 是耀州的刺史 他这个刺史 翁涛他就发觉这个 他会在军队倒十八零 他十七个陵墓全部被盗了 就是他盗一个陵墓 都要写这个什么东西 发现什么东西 都一个账本 但是就没见这个蓝亭旭这个 前陵前并立着两块巨大的石碑 西侧的一块叫树圣碑 是武则天为高宗歌功颂德而立的碑 他还亲自转写了五千余字的碑碗 我国的这个帝王陵墓前 他本来也都是不立碑的 因为古人认为 帝王们功德无量 用不着立碑表示 而这个树圣祭碑的树立 他就打破了这一传统的葬礼制度 它是我国帝王陵墓前 树立最早 文字最多 造型最为独特的一块 歌功颂德碑 当时这个高宗去世以后 但是他为了显示他的这个作为 他就写这个碑子 这在这个历史上是绝无精勇的 与唐高宗的树圣碑遥相呼应的是 东侧立有一块 比树圣碑更加威武的石碑 碑高八米重约百吨 碑身用一块完整的巨石吊克而成 但令人奇怪的是 石碑上却空无一字 这到底是当时工匠的疏忽 还是武则天的刻意而为呢 其中第一种说法呢 说武则天他认为呢 自己是以女子做皇帝 功劳太大了 用文字语言无法表达 所以呢立完碑之后 就一个文字都没有刻 第二种说法呢 说武则天在临死的时候有疑言 他认为一个人的功语过 不应该自己说了算 千秋功过 让后人去评说 作为一代女皇 武则天在几十年的统治历程中 功绩捉住 在他的时代 唐朝扩大了疆土 形成了中外交流的空前盛况 正是他奠定了唐王朝 走向兴盛的基础 但是 关于武则天的一生 后世关注的更多的是 他颠覆男尊女卑的礼将 从后宫崛起的地位之路 为了帝王的权利 他不惜使用铁的手腕 杀死自己的儿子 孙子和孙女 永太公主李先慧 是唐中宗李显的第七个女儿 也是武则天的孙女 她死时年仅17岁 是什么缘故 让这样一个年轻的公主死去呢 关于她的死因传闻很多 其中传得最为广泛的说法是 有一次永太公主与丈夫 以及自己的哥哥李重润 一起议论武则天私生活不检点 并说了一些不满的话 武则天文讯后盛怒 随即逼着李显将参与议论的人 全部杀死 但是后来 专家在永太公主的墓志名上 发现有朱泰毁月的字样 意思是她死云难产 而这也印证了在1960年的挖掘中 考古队曾发现的永太公主尸骸鹏骨 比正常妇女偏小 生育时的确容易难产 唐中宗李显是武则天的儿子 他继位不到一年就被武则天废除皇位 留放长达二十多年 公元705年 宰相张简之 发动了玄武门政变 逼迫武则天让位给中宗李显 恢复国号堂 武则天无奈之下 只好让出皇位 公元705年11月 83岁的武则天在洛阳驾崩 他的遗诏中写道 富庙 归陵 另去帝号 称则天大圣皇后 第三种说法呢就是说 这块碑不是武则天立的 是他的儿子宗宗李显为他母亲立的 当时李显他立完碑之后呢 如何写碑文 信里面就非常矛盾 因为武则天他生前的是武则的皇帝 统治武则有十五年之久 但是他在死的时候呢 却临终遗诏 去帝号以皇后身份葬于前陵 所以宗宗李显 他就不知道该称武则天为武则的皇帝 还是大唐的皇后 所以呢碑文之士就一托再托 王宗宗宗就是我刚才讲的 三股力量 政治力量 就是他的评价问题 就意见很难统一 这可能是上传被文字的 这个最主要的原因